大家好,我叫龚羽,我姓杨,我姓杨,我姓杨,阳光的光,羽毛的羽 好记忆一点就叫我提名就好了 我今天要跟大家先不要管这个照片,怕你们分心 我今天想要来分享一个故事 这不是我朋友的故事,也不是我朋友朋友的故事 这个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这是我上班的时候发生的故事 有一天我在上班 心急急,很重要吗 有一天我在上班 我就走走走走过去 双胞胎小朋友,姐姐 老师,老师,老师 我说,什么问题吗 老师,我这个不会,会教我 我说,哦,去看一下 哦,你这个不会 他说,你题目念一次 长大以后我要当什么人 我说,嗯,你确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我说,那你定义一下长大的定义是什么 他说,嗯 嗯,我说,哎,你觉得老师长大吗 他说,嗯,没有,没有 我说,那定义是什么 他说,嗯,大概一百岁吧 我说,哇 99岁那些人就乖乖,不是很衰 然后,他说,哦哟,老师,这怎么写啦 我就说,嗯,这样子好了 你想知道,老师长大以后想要当什么样的人吗 因为他说,我还没长大 我说,那你觉得我长大以后想当什么样的人 他们就说,哦,哦,对,老师,你长大以后想当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就说,你真的很想知道吗 旁边的小朋友就开始,哇,发生什么事 只是问了问题都可以聊这么久 我说,那,我悄悄地跟你讲 我就,我就 传给下一个人 我就是这样子 感染全部的小朋友 你知道就继续传,整个传开来 你也可以传 传快一点,我只有9分钟 蛮有趣的,刚刚有蛮多的人听到了以后 就大笑 那,在座的那个,当时那几个小朋友 他们也是大笑 说,老师,你这什么答案啊 当一个快乐的人 不好意思,跟蓝龙先生借了他这句话 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我就说,当个快乐的人很好啊 每天可以过得很快乐 小伙伴就说,什么,老师,我要职业 我就,哦,哦,小孩子,你陷得太深了 我当然没讲这一句,就是心里话 被讲出来,OS 然后我就说,嗯,这样子好了 老师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然后就,哦,就是故事,哦,好 我说,你知不知道,马,在几百年之前 想我来干嘛 他说,呃,被人骑的吧 上战场,然后就死掉了 我就说,嗯,差不多啦 就是战马 那我说,那马,在现在这个世代 是用来做什么 他说,嗯,还是一样被人骑 不过,应该不用死的这么难看 这样子 他们就是,我说,对,还有赛马啊 什么,你想要学马术 就是,呃,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功用 这样子 然后我就讲完 我就说,讲完了 小朋友就说 什么啊,老师你在讲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就说,唉,好吧 我跟你讲 与其呢,你要想 你以后要当什么样的职业 你还不如想一想 你想做什么 然后那个双胞胎姐姐 两个,他们就坐在一边 稍微想了一下 好,谢谢老师 我就,哦,搞定了,我就走了 然后我就偷偷地在后面看 然后就,开始在写 我以后要煮好吃的东西 让我喜欢的人吃了会很幸福 然后我就说 我心里就是,啊,这大概是厨师之类的 他就写我以后要当厨师 然后这是一个小小的故事 是我工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 那我是,呃,塑星学堂 在信义区的一个塑星学堂 大家已经觉得,学堂是什么东西 啊,补习班,安静班有听过吧 可是我们,那跟我没关系 我们是学堂 是跟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是我上班的地方 我是一个生活老师 我每天都在那边照顾他们吃喝拉萨睡 那那边比较重要的 如果第一次跟朋友见面 他就说,诶,你是做什么的 呃,我会跟他说 我不会跟他说我是老师 我说,呃,我的工作就是 帮助小朋友 越早发现他们的天赋 那用什么方法呢 就让他们接触不一样的东西 怎么样接触不一样的东西 我本身会摄影 我可以是他们的摄影老师 我教他们玩光影画 光影画画 然后,呃 这位是一个芬兰的老师 他来那边教英文 可是他不是上课 小朋友想要进去跟他互动 就去跟他互动 没有硬性规定 要,呃,去 要他去学英文 还是什么的 好,这也是一样 你看这些小朋友就是 呃,由生到浅 可以讨论的有这么多的东西 也有很简单的 基本的绘画 小朋友会用进他们脑子 所有学到的东西 用跳的,用唱的 就为了跟老师沟通 那,这比 爸爸妈妈付钱 让他们去上英文课 学到的东西 还要珍贵 那这个是我本身 就是,呃,教他们 啵啵啵啵啵啵 很简单 就是带他们看了一个 巧克力工厂以后 呃,就带他们做一些 很简单的一个活动 这样子 那这也很有趣 我们有个老师会太极 叫小朋友打太极 所以 其实大家一定觉得 哎,我们来这边 只是分享一个故事 给大家听 呃,其实我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棒的地方 因为 我可以感受到 每个人上来 分享他生命中的 热情的时候 大家都很感动 那 这些人在上面 分享他生命中的 热情的东西 不是他的职业 是他生命中的热情的东西 喜欢玩物客丽丽 喜欢 报名东西 喜欢唱声乐 喜欢 当民宿的老板 那这个热情呢 我想要 把这个热情带到我们的学堂 跟这些小朋友分享 就是说 人生不只 只有一个出入 一个选择 努力读书 你长大以后 你可以当发明王 你可以当服装设计师 你可以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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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东西 让他们越早 能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天赋 然后就是从小学一年级 到二年级 从这个学堂开始 那我也希望来这边 跟你讲这个故事以后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聊个天 因为我很喜欢交朋友 然后也希望你们 可以把你的热情 也分享给那边的小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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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